2023年9月19日,施永青思觀點,據《中國房地產部》報道, 《認訪不認替等新政落地》後,廣州日前, 9月8日舉辦了首場土地拍賣,成績非常理想! 其中一幅位於海珠區的土地, 二餘百億元人民幣的總界成交,成為該區史上總界最高的地王。 參與今次競投的開發商有16家,包括中海、華養、招商、月秀、華發、珠石、廣州地鐵等大部分都是國企, 經過85輪的競逐後,足及127.9億元的封頂街, 赤峽樓面地界為每平方米5.2萬元, 然後轉為以搖號籍籌籤的方式,缺頂花落誰家。 行內人士稱,這塊地一個月前,剛掛牌市。 不少開發商都表示,這塊地的總界太高,市道又不明朗, 所以不確定會否參與鏡頭。 現在竟吸引這麼多開發商一起鏡頭, 反映內地的房地產市,長在新政下已有好轉, 否則何來那麼多開發商參與,並投得這麼好的價錢? 中國房地產報再報導這則新聞時, 似乎張棋看成,是一種好現象, 象徵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已重回正軌, 今後問題該可以逐步解決。 這種感受行內彼彼街市,我公司的同事亦大多如此。 行內誰不想看到,土地有開發商成之, 開發活動可以逐步複償,上關行業又有生意做, 不再死氣沉沉,建議,我卻認為繼續賣地, 不但無助舒緩中國房地產市場現存的問題, 還可能令問題進一步惡化, 令國家最終要付出的代價更高。 中國房地產的根本問題是開發過度, 以至建造出來的房屋超越居住的需要,造成大量空置。 如此導致之前,投入房地產的資金大量被套住, 在仿著不炒的限制下,這些資金就不容易套現, 亦不容易有租金回報。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,仍繼續賣地, 這會令更多的資金被困住,而所產生的新房供應。 這會令市場的庫存進一步增加, 樓價進一步收押,都無之急, 是盡快釋放之前,在房地產市場被困住的資金。 如果仍有那麼多的國企開發商,有錢投地, 為何不拿錢去為現時社會上大量的爛尾項目作善後呢? 這樣既可以補樓,又可以助建築商, 材料商與服務提供商收回部分欠款, 讓這些企業可以恢復活力,繼續對經濟作出貢獻。 我不是叫國企不支持地方政府, 反而去救哪些、救油自取的民企開發商, 他們在接收哪些難尾項目時, 可以用新的市界來展揚舞, 原先投資失誤的民企開發商當然要付出代價。 至於哪些上未動工、未曾開賣的項目, 若開發商因財困無力開發的話, 地方政府應按批地條異,把土地收回, 待時機成熟時再推出市場, 再開發商的庫存未消化, 社會的空置率未下降至合理水平前, 地方政府不應把更多的土地推出市場, 本視頻由施永清先生授權製作, 歡迎轉發及並閱半重水頻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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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